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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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!歡迎收看 LemonTV的主食台 今天這集我會教大家 做日式豚肉飯 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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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洋葱炒至半生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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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洋葱放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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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放糖 然後放豉油 把洋葱炒至半生命 把洋葱炒至半生命 搅拌均勻 煮3分鐘 3分鐘後 把豬肉放在白飯上 把洋葱放進去 把飯做到 這樣這個日式豚肉飯就完成了 今天這一集 我就教大家怎樣去做這個 日式豚肉飯 即是日式豬肉飯 你見到做的過程是非常簡單的 不難做的 今天這一集我就趕著來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在這邊先拜拜